龙人跟听人怎么弹琴说爱呢? 相互的打气骂俏互相斗嘴也可以增加生活的情趣哦 没有用笔痰只有用手语还有用眼神同样可以传递爱意 很多人不敢公开的说我爱你感觉有点肉麻 其实龙人就简单的用眼神还有动作就可以传情达意了 甚至比用口语说更有感觉你说对不对啊 我觉得这种文化的差异没有办法解决 那听人可能就只好降低要求 那我们家最常讲就是我爱你 那就是笔手识 那甚至我觉得我教我先生把我爱你三个字用力地讲出来 虽然发音不是很标准但是你听的心就很高兴 我觉得龙人跟听人既然语言上的沟通是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没有办法改善的 我觉得肢体动作很重要 我觉得经常有抱自己的很好的表示方法 龙人该如何向听人表达爱意呢? 我相信有很多恋人都很期待浪漫情怀和甜言蜜语 但是有人会好奇龙人男生要怎么跟听人女朋友谈情说爱呢? 让他感受得到浪漫 像因人的表情丰富 戏剧细胞一流 那么如果你真的写不出风花雪月 是不是会用动作让女生有幸福甜蜜的感觉呢? 一般人会觉得听人跟龙人之间的恋情似乎比较平淡 你是怎么说服女友愿意亲近你和你谈恋爱甜甜蜜蜜的呢? 其实我不是很会说花言巧语的人 一般人都以为龙人不晓得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且也写不出甜蜜的话 我其实也差不多了 但是可以用最基本的动作来表达 比如说他传简讯过来文词并茂 我写不出什么 但是就简单的回说 好啊 都依你 你是我的宝贝 虽然这样会让人起鸡皮疙瘩 但是我不在乎 只要传给他 他会觉得很温馨 我就是这样疼他 别人会觉得肉麻 我还是不管 继续跟老婆说 爱你哦 你是我的宝贝哦 或者是 好啊 我都依你 这样黏他 黏得紧紧的 时间久了 也不觉得肉麻 甚至他说晚上睡不着 我也会回他说 你睡不着 哦 那我陪你睡 我晚上会进你的梦乡陪你入眠哦 他就会感动得不得了 如果还不够啊 那我就马上骑车赶过去 体贴得不得了 他就很感动 我相信在座一定有起鸡皮疙瘩的 但是我才不管呢 哦 真的耶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一想到就觉得很肉麻 比方想到英人这么会体贴女孩子 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现在想知道是俊松 当然啦 如果都是台湾人 要讲些甜言蜜语是没有问题的 但俊松是本国人 老婆是美国人 手语是不一样的 那么要怎么对他花言巧语 让他感觉甜蜜在心头呢 我先补充一下 你知不知道俊松的小秘密啊 是什么 他是把媒高手 很多美女啊 真的 不要比他一塌糊涂 好 现在就好好地问问他 快从十招来 你啊 刚刚陈康说我是高手 才没有呢 其实我跟大家都一样 因为Sara的工作是教英文 会常常碰到什么问题呢 就是学生顽皮 原本想要好好地教 但是小朋友会捉弄他 让他上课上不下去 小朋友非常的淘气 不肯好好上课 气得他一回到家 就沮丧地说 嗯 我心情很不好 我看他脸色不对呢 我就问他 到底怎么了 他说 还是工作上的事 啊 就是小朋友捉弄他 让他觉得很难过 我知道他的状况 但不是用语言来安慰他 而是紧紧地陪在他的旁边 安慰他 让他吓吓气 当然了 也会用手语聊一聊 但是 如果又跟他聊工作上的事情 一定会让他更加的烦心 所以呢 我是说一些 以前的趣事逗他开心 或者是看电视也有帮助 我想女生不是都爱听花言巧语 而是需要陪伴 陪在他的身边 让他感觉甜蜜 当然心情也就会更好了 嗯 我觉得恋爱不是只有风花雪月 甜言蜜语 最重要的是当女生心情沮丧 忧郁难过的时候 最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 对 陪着他 让他可以得到舒缓 嗯 这是很重要的哦 我们来看看题目 再继续回来分享 嗯 请看 龙人能在第一时间 安慰心情不好的听人伴侣吗 可以的举圈 不可以的举叉 请举牌 你看他 请放下 请放下 等一下 我有个问题耶 我打死也不相信耶 对对对 如果听人心情不好 龙人可以在第一时间打电话 啊不不对我说错了啊 还打电话呢 是马上传简讯安慰他 除非你有特异功能 你有心电感应才会知道的啊 感应啊 怎么可能嘛 哎 俊松你怎么会选择举圈呢 这么肯定啊 因为他在工作啊 呃 我刚刚有说过啊 他工作的时候会心情不好 呃 都是因为小朋友的捉弄 即使我在外面工作 他一传简讯说 我心情很不好 我马上就晓得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虽然我英文不太好 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安慰他 但是我会跟他说 心情不好没关系 我一忙完呢 马上就过去找你 待会儿在你公司门口碰面 他就会说 好 然后开始聊啊聊的 他心情不好啊 我知道是小朋友的关系 虽然没有办法安慰他 但是只要听他诉苦 他心情就会变好了 就是这样 Sara 想请问你 你跟君松在交往的时候 如果你心情不好 你会马上叫他过来 跟他吐吐苦水 还是会静静地不说话 就闷在心里 让他去猜你的心情 然后安慰你 或是陪伴你 你是哪种情形呢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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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人和听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如果听人心情不好 龙人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马上打电话安慰他 反而要传简讯 真是麻烦又浪费时间 尤其是传简讯还容易发生误会 闹得双方不开心 原本的小事反而吵成了大事 不晓得孟涵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当我很难过的时候 就没办法第一个时间打电话给他 一定要等到晚上很上很深的时候 才有办法跟他分享说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也算是远距离 是啊 这很正常 女孩子心情不好 当然是希望能够马上得到回应 但是龙人男朋友又不能讲电话 只能够用短短的简讯 一来一回的询问 而且也搞不清楚状况 只能够忍到晚上见面的时候 再抒发自己的情绪 实在不容易 请问英人 如果你的老婆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她在跟你述说的时候 你是会全然地支持 鼓励她 不管是非对错 都挺她到底 还是你会跟她分析事情的对错 分析利害得失呢 你自己觉得呢 她的个性比较善变 很容易就激动 只要遇到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呢 她就会爆发 不管对或错都很难去改变她 所以呢 我会先观察她的情绪 她刚开始抱怨 我就静静地听她说 也不插话 让她一直发泄完 等告一段落呢 我再跟她说事情的是非对错 工作上不竟然是别人的意见不对 即使真的是别人不对 也要试着去沟通 她听了之后呢 往往会承认自己有错 憋了一肚子的气 有错又说不出口 只是一直埋怨 所以呢 我会告诉她不要急 但是要勇敢面对 不管有什么困难 我都会帮她 有时候呢 会传简讯给她 我的文笔并不是很好 但会尽量沟通 让她可以心情稳定地继续工作 事情也可以顺利地解决 俊宋 我发觉你的语言能力很好 像国际手语 不对 应该是美国手语 还有台湾手语 这两者都很精通 相反的 Sara会美国手语 但是台湾手语还不太流利 我很好奇 你参与她的交友圈 或是她参与你的交友圈 和大伙要怎么样的沟通呢 Sara跟我平常使用美国手语 这是一定的 因为她不希望忘记美国手语 所以还是每天都使用美国手语 而她的朋友绝大部分是听人 有时候会约他们一起喝酒啦 聊天啦 当然呢 就由Sara负责当翻译 Sara翻译 所以她比较辛苦 幸好她也喜欢翻译 所以在交流当中 会很主动地当翻译 希望越翻越顺 反而我的朋友呢 大部分是使用台湾手语 她用美国手语 不太懂台湾手语 所以我会有点过意不去 当然很自然 就会帮她翻译 可是我想啊 Sara也要学一点台湾手语 因为我有很多台湾的龙朋友 她又不太懂 所以每周六日呢 我都会固定地教她手语 希望她也有机会 能够用台湾手语 来跟大家沟通 我感觉我的台湾 时间还是增长 但我给书的 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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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如果我跟他的朋友 我希望我重新 Putnam 优优优独播 如果我需要帮助 我会说 可以接受上面 因为我希望自己重新 Prestige 春炕 那我问你哦 你又会美国首语 又会台湾首语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希望将来的另一半 是外国人 还是本国人呢 我希望是外国人 我以前有交往过哦 是过去式了 现在也不用多提了 而且今天的主角 是在座的四位来宾 不是我们两个 我放你一马 谢谢你啊 说真的 聋听情侣交往 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两人 刚交往的时候 爱得水深火热的 但是在一起久了之后 热恋一定会 慢慢地退去 甚至感情 可能会因此而变直 不知在场的 四位来宾们 有没有想过 以后要和另外一半 洗手共度一生呢 来看看题目 请看 请看 曾经担心过 和另一半感情 无法长久吗 有的请取圈 没有的请取差 来 请取台 在场啊 只有一位孟涵 担心将来感情 无法长久 想请教孟涵 你为什么会举圈啊 担心什么 主要不是因为 手语的问题 主要我觉得 还是个性上的问题 就是当有时候 会觉得某些观念 比较不同的时候 就会比较说担心说 这样是不是能够长久 而且在座的其他三位 都结婚啊 就只有我们还未婚 所以举个圈下这样 请问孟涵 你父母知道 你男朋友是龙人 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有表示赞成 或是接受吗 我有带他回家 给我妈妈看过 但是我妈妈是抱持着 就是不反对 但是也没有到赞成 就是有点像 乐观其成的那种态度 当然还是会担心 可是我觉得担心的 不是因为他是龙人 而是说 我希望他可以有一份 更稳定的工作 这样我才能够安心 把我的未来托付给他 这样子 我想知道 俊松跟Sara两个人 不顾一切的在一起 跌破众人的眼镜 他们怎么这么 有把握的决定在一起呢 我们先请教俊松 我跟Sara在婚前 其实是很彷徨的 这是一定的 因为我担心 我们两个的生活方式 差异太大 像他是美国文化 而我是台湾文化 完全不一样 难免会有些摩擦 但是我们两个 还是愿意互相学习 他担心的是 我们两个人的文化不同 将来很难长久 但是我觉得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我是男人 要给他承诺 我愿意一辈子照顾他 这才是女人所需要的 我考虑之后 跟他说 我愿意照顾你 让你安心 所以他才答应 俊松 你跟Sara说 保证会一辈子照顾他 但是婚姻 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 单方面的事 而且你们双方的家长 一边呢 是在台湾 一边远在美国 分隔两地 这样结婚了之后 你们两位又该如何的彼此适应呢 我跟Sara 目前跟家人同住 因为我想我父母讲台语 他又听不懂 变得跟我一样 变成听障了 还是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 只能够简单打个招呼 还有帮点忙 如果父母有问题 行动上有困难 我们两个就会帮忙 所以我想我父母不会太麻烦他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美国人 而他的父母人在美国 分隔久了 也会想家人 所以呢 我们两个就决定啊 目前先留在台湾 照顾我的父母 等将来有一天 我们再搬去美国 当然事先也会 先跟家人沟通 有哥哥照顾父母 将来 我去跟Sara的父母同住 还是会互相帮忙照料 I agree 100% I feel for now like I don't want to rush home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his family is taken care of and then when the time's right we can go back to America and we can start like kind of a new life but for now I'm happy to stay in Taiwan I think it's a good place so it's okay Sara 你的父母知道你男朋友 是龙人 而且呢 你要留在台湾住 他们同意你和他结婚吗 of course my mom and dad they love him like my parents they're both deaf so I think that they feel like an immediate connection to him 云人 你先前跟听人女友交往的时候 年龄差距很大 甚至可以说是老少配 女方的家长同意吗 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对 我觉得女方的家长比较开放 可能是受到大爱电视台的影响 里面有身心障碍者 像是知障啦 颜面伤残等人士的励志故事 他们比较能够接受 他们不晓得什么是龙人 我太太就跟他们说明 他们才比较稍微了解 而我岳父呢 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 他只有这个希望 而岳母呢 其实也不怎么担心 只是再次追问他的女儿 要问清楚说 你知道他是龙人 那你将来的负担 可能会很大哦 你要负起照顾老公的责任哦 再加上啊 你先生他是家里的长子 相对的 你的压力就更大了 有没有要考虑 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啊 一定要好好地考虑清楚哦 我老婆就回他说 我愿意冒这个险 之后慢慢相处啊 岳父岳母对龙人比较了解 对龙文化也比较认识 才点头答应 慢慢地接受 看了阴人的回答啊 我其实还有些事情想要请教 究竟龙听配偶的相处 与龙龙听听的组合 哪一对会比较辛苦呢 真是令人好奇 让我们来看看题目吧 请看 请看 龙听的感情路会比一般人辛苦吗 龙听的感情路啊 一定会比一般人更辛苦的 如果双方都是龙人呢 有点争吵的时候 也会考量彼此都是龙人的心态 会想办法化解 如果误会不大 沟通之后也能够解决 反而听龙文化的差异 是解决不了的 听人很容易想太多 龙人也有很多需要担心的事 一件一件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 要解决是很困难的啦 对 其实会比较清楚的是说 要承认自己是否成功 然后可能会怕大 就是说造成他的负担 出体可能会还好 可是可能在忙啊 或是累啊 或者是所有的状况啊 他可能都会觉得 到底要我这样去吃 可是他也不是过意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每个人的情绪 就是我那个时候 要互相复杂的状况嘛 他自己是这样的样子 会比较辛苦 因为彼此要互相去适应 一定要学习适应去接纳 那在这个中间呢 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观念 对我来讲我觉得不会啦 我觉得那个要经营的功夫 还是跟官人的感情是一样的 但是比较难一点 就是大概语言共同的问题 有时候是听人很有耐心 到后来是听上者 自己没有耐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彼此去磨练 那个耐心的最好的一个机会 龙人跟听人经营感情 会比一般人更辛苦吗 认为更辛苦的情绪圈 没有不同的情绪差 来 情绪牌 情绪牌 又是孟涵举了一个大圈圈 哎呀 真是奇怪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 在剧情中男女主角可能吵架的时候 女主角会闹闭牛转身 然后男主角在背后讲一些令人感动的情话 然后女主角听了就很感动 然后转身原谅他然后拥抱这样子 可是这种剧情呢 我觉得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他没办法在背后讲 让我听到一些感动的情话 我就一直这样子转过身生气 或者是我已经转过身在哭的时候 但是他也不知道 我还要自己转过来跟他说 我已经在哭了 对 我觉得比较辛苦 我想知道的是 一般如果是龙人交往过程中 如果吵架 哎呀 一定会情趣激动地打手语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一听一龙 听人生气的时候 恐莫横飞地指责对方 对方又听不到 这会如何呢 对啊 孟涵 如果你是遇到这种情况 你真的很生气的时候 你都全部用手语跟他讲吗 会一直对他打手语吗 如果手语没有办法那么溜 那要怎么跟他说呢 要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我觉得手语的词汇量真的是比较小 有时候很难充分表达出我心里的怒气 所以就 有时候还会跟翻译员的朋友开玩笑 说下次我们吵架 我邀请你 聘请你来当我的翻译员好不好 这样子 不然我觉得我吵架很吃亏耶 我还要在脑中先转两次 才有办法跟他吵出来 没关系 现在呢 我要来请教有丰富经验的恋爱高手 我妈 你算了吧 是因人啦 当你工作疲累回到家后 老婆却满脸怒气地对你碎碎念 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要怎么办 在三月份啊 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呢 老婆有时候会抱怨照顾的 非常累 所以当我晚上回到家了以后呢 就由我来负责接手照顾 但是我听不到啊 老婆听到孩子的哭声呢 她就会拍我 那我就会起来安抚宝宝 让老婆呢 不用再起来照顾她 让老婆可以多多地休息 我负责来安抚宝宝 如果要喂奶呢 就把宝宝先交给老婆 我再去冲奶粉 等试好温度以后呢 再接过宝宝 由我来喂她 让老婆就继续地休息 等喝完奶帮她拍背 再让宝宝休息 等睡差不多三个小时以后呢 老婆又会叫我起来照顾宝宝 大概每三个小时吧 也已经习惯了 也不会影响工作 也很开心 有女儿以后呢 整个心态都改变了 专心一致地照顾她 大概就是这样了 龙人与听人的结合 会很辛苦吗 我倒不这么认为 有很多人都不看好 龙听的组合 常常会认为 他们没有办法天长地久 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因为台湾现在的离婚率 有多高呢 你也知道啊 高得吓人嘛 不要说龙听不能长久了 就连听人组合 都有可能会离婚呢 主要是沟通不良 吵架或者是双方没有感情 所以并不是龙听的问题 要看自己在谈感情的时候 是不是愿意真的彼此互相扶持 这才是最重要的 男女双方愿意沟通 互相忍让 我想这样感情 才能够长长久久 今天大家谈了这么多啊 就我一个未婚者而言 真的是获益良多啊 我相信男女双方呢 不管是听听或者是龙听组合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 愿意敞开心胸的彼此沟通 互相容忍 这样才能够长久 嗯 是啊 我相信啊 真爱要靠男女双方的努力 相互的磨合 才可能有情人终成眷属 谢谢四位来宾今天的分享 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是不是可以请四位来宾 进行真情告白 有什么感谢或是感性的话 想要跟自己的另一半说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期待 先请孟涵 我觉得爱不一定就会在一起 要靠努力来达成 我希望我跟你能有美好的未来 加油 I feel lucky to have met you and I feel that meeting you was no mistake and I look forward to spending the rest of our life together 等等等等 我现在一想不太对耶 现场的工作人员们安排得不太恰当哦 夫妻俩真情告白 却得分两边做 实在是太无趣了 现在请两位面对面告白 告白之后呢 再来个爱的亲亲 让我们更有感受 来 请 来 请 来 要过去啊 还要接吻啊 对 Sara 我很感谢你 愿意跟我一起走下去 我经常会犯错 多亏有你的体谅与说明 我真的很感谢你 我愿意一辈子照顾你 来 好浪漫哦 好浪漫哦 我愿意我也要 我爱你 可以了吧 走开了 你快去找女朋友了 好 谢谢各位来宾 谢谢 还有一位 还有英人 请 啊 竟然忘了鼎鼎大名的英人 请 啊 亲爱的老婆啊 感谢你一路上的陪伴 从恋爱到结婚 差不多快要六年了 谢谢你长久以来的照顾跟呵护 以及愿意跟我沟通 敞开心胸地接纳我 我愿意陪你走下去 以双倍的爱来回报你 一生一世 白头偕老 直到永远 好感动哦 是啊 相当感动啊 可惜今天的感动太短暂 节目又接近尾声了 哎呀 没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 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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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匆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看不过瘾吗 还想再看吗 没关系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准时收看 一定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哦 还有啊 如果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对任何劲爆的议题 有兴趣的话呢 您都可以上我们听听看的网站 或者是脸书留言给我们哦 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三十分 一定要继续准时收看听听看 下周见了 下周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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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